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故事 狼来了 有个孩子天天到山上去放羊 他觉得特别无聊 一天他把羊赶到山坡上 想和大人们开一个玩笑 开一个什么玩笑呢 大人们都在附近 突然听到山上传来求救的声音 狼来了 大人们连忙拿着棍子爬上山坡 孩子哈哈大笑 狼已经跑了 你们回去吧 第二天 孩子又站在山坡上呼喊 狼来了 大人们赶来救他 他又哈哈大笑地让人们回去了 有一天 他又把羊赶上山坡 怎么样了呢 刚上坡 就看到一只大灰狼 他连忙呼喊救命 大人们互相笑笑 以为孩子又是在跟他们开玩笑 就继续干活 这个爱撒谎的孩子 喊哑了嗓子 也没看见一个人来救他 当狼向他扑过来时 他真后悔当时 说谎骗人 结果现在没人来救他了 第二个故事 后翼舍日 很久以前 有十个太阳 轮着到天上去 今天老大 明天老二 一天一个 太阳兄弟说 咱们十天才上一次天 太没意思了 一起去玩 该多好啊 第二天 十个太阳一起上天了 人们热得受不了 有一位射箭能手 名叫后翼 见此情景 又难过又着急 他搭上箭 拉满弓 想吓唬太阳 可太阳 谁也不理他 后翼对准太阳 搜的一箭 一个大火球 咕噜噜的滚下来了 还有九个太阳慌了 在天空中乱跑乱窜 搜搜搜 一连五箭 又射下五个太阳 可还是很热 老百姓还是受不了 后翼又射下三个太阳 这下天气跟平常一样了 老百姓乐得一起欢呼起来 后翼还想射最后一个太阳 老百姓说 要是再射 人也没法活啊 后翼还想 对啊 没有太阳 整个世界黑黑的 所以最后一个太阳 就留下来了 我们来讲 蜗牛搬家 对 蜗牛搬家 第三个故事哦 蜗牛住在水池边的石缝里 每天饱受风吹日晒之苦 一雨天 它才从壳子里探出身子 舒服的喘口气 过了两天 蜜蜂来帮蜗牛搬家 蜗牛怕晒太阳 没搬成 又过了两天 蝴蝶来帮蜗牛搬家 蜗牛看看外面到处刮着风 又怕风沙吹打了它的细皮嫩肉 又没有搬 青蛙也来帮蜗牛搬家 那你说它搬走没有呀 没 对 蜗牛看见外面下着雨 怕爬不上山岗的斜坡 还是没搬 从此 蜗牛也没在搬家 只是有时候望着小山岗 感叹自己身体不好 不能搬家 第四个故事 猴子捞月 猴子捞月 我说对了 记住了 对很正确 晚上猴子们蹦蹦跳跳下山玩 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 小猴子看见井里有个又圆又亮的月亮 大喊 月亮掉到井里了 老猴子跑过来一看 哇 真的呀 月亮掉进井里了 猴子们决定把月亮捞上来 小猴子想了个好办法 想了个什么办法 一个一个 带着人 咱们看看 它们从树上一个接一个倒挂下来 最底下是小猴 它伸出手去捞月亮 井水被它一碰 月亮碎成了一片一片的 糟了 月亮被抓破了 猴子们都埋怨它 一会儿井里又出现了又圆又大的月亮 小猴子再捞 还是捞到一把水 猴子们都含腰酸手疼 快坚持不住了 老猴子抬头一看 月亮不是好好的挂在天上吗 哦 原来水里是月亮的影子哟 我们来讲第五个故事 大猴子 铲嘴的小猴 小熊 小熊 对很正确 不会是小猴啊 小熊是森林里最惨嘴的一个小动物 山羊伯伯送给它和小猴每人一碗玉米 要它们自己种 小熊一看到玉米 就馋得直流口水 它想反正这么多种子吃两粒也没关系啊 它毫不犹豫地掰下两粒送进口中 第二天它忍不住又吃了两粒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它同样吃了两粒玉米 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反正小熊总能为自己找到借口吃粒玉米 最后玉米碎上光秃秃的只有几粒了 小熊想反正种上也收不到玉米了 就都吃光吧 秋天到了 小猴子的田里长满了玉米 小熊只能看着流口水了